主席各位嘉賓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有關土地供應的問題 今天的題目其實由去年11月開始的時候 社會上已經有很多的討論 剛才剛才一位局長已經提出了這些方方面的討論 在香港土地供應比較是缺乏 以及需要更加提升那個需求的事件 我們面對一個問題就是 一方面我們要注意到社會上對填海所帶來負面的影響 以及種種的爭議 是令到香港在增加土地供應上 是處於一個兩難的地方 一方面我們要提出一個很確實的理據 為什麼填海是需要的 同時間我們也要應付為什麼我們不發展 譬如說鄉郊的地方 新界的農耕地等等 但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就是 不論我們填海 或者我們發展新界的鄉郊地 我們都會面對著就是說 怎樣去保育 以及怎樣去保存一些稀有的農物 水產的資源 陸上的資源等等 在這方面我們都要明白到就是 任何的發展 我們都要面對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就是 經濟的空間 相對於生活的空間 這個互動的過程 economic space和life space 這個互動的過程 譬如我們說 我們大規模地發展我們的岩棟 剛才局長也提及過 我們要將大量發展出來的廢料 是運往170公里以外的台山裏面 我覺得是不可以接受的 亦都是不負責任的 那怎樣可以面對這個作為負責任的 一個國際社會的市民 而同時間可以提升到 它那個經濟生活的空間 生活的空間 令到大家都可以進一步去發展的時候 可能就是我們今天所面對到 需要提出的議題 那我想講講的就是說 利用接下來的5分鐘左右 和大家分享兩個經驗 但是在分享兩個國際的經驗的時候 我們要看回 香港成功所係 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紀大戰之後 過去的五、六十年 經濟的發展的時候 我們的成功是建基於 知之不倦的 香港的市民大眾老百姓 是一個基本上沒有資源的地方 去到發展我們的經濟實力 從而變成亞洲一個很重要的國際城市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為何我這樣講呢 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生活在 譬如說意大利 我們在法洛倫斯 我們在比薩 這些地方 它是一個很柔軟流長的歷史文化 沉澱和積累的過程中來講 我們去旅遊 我們去那個地方活動的時候 我發覺是很舒服的 周圍都是曼山便野 沒有高樓大廈 沒有屏風樓 但這是當地社會的歷史沉澱 和他們的選擇 亦記如草 我們問回自己 我們香港可不可以有這樣的條件 提供那個經濟空間 去到給七百萬市民安居樂園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 我們今天的討論可以結束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可以展開進一步的分析和討論 我剛才說 香港的經濟成功 基本上是依靠著 過去五六十年的經濟發展規律 包括了一個很有創意 和利用了香港在亞太地區裡 戰略上一個地區的優勢 所打造出來的 在這裡這樣說的時候 我不可以不提出的就是 亞洲四小六發展的經驗 包括了南韓 包括了台灣 包括了新加坡 而聚焦在看回 以利用有創意的方法 用填海 用岩洞 這種方法 去到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時候 只剩下兩個選擇 就是南韓和新加坡 首先我要說說新加坡的經驗 新加坡其中一個填海 當初的部長也有提到 就是兩種大規模方案 練到的或者大規模的填海 新加坡也有用到 我們留意到的就是 它那個芋龍工業發展區 是有一個比較長的發展經驗 由七十年代開始的時候 它已經是環繞著這個發展的方案去到推動 由一些低增值的經濟發展 到今時今日 二十一世紀裡面 我們面對到的全世界三個煉油中心 新加坡是其中一個 包括香港 我們現在日常用到的高級的飛機油 到一般我們汽車用的油 都是由那裏應泡的 在這個過程裡面來講 它會成為 休斯特 休斯特 和陸特丹 以外第三個很重要的營養中心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來講 它是積累了超過三百億 新加坡原 和製造了八千個就業機會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這是怎麼做出來的 新加坡有很多種不同的分析和研究 都將香港作為一個很緊密的競爭對手 和去到作出種種方面的分析和提供 這個我要記住就是 三百億新加坡的錢 和八千個就業機會 在這種發展方案裡面提升出來 同時它們亦都可以相當相當注重 它們在環保工業上面的輸出 大家可能留意到 譬如中國大陸 最近在天津濱海地區 就打造一個叫做生態城市 它裡面用水資源的技術 就是由透過新加坡這個經驗 去到轉移過去 在這方面它不僅是為當地持續發展和環保 作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這個亦都可以作為環保技術的輸出 香港是否可以考慮這種方案 不僅是製造了經濟的空間 製造了就業 同時間亦都可以強化了一個 這個國際公民應該扶有的良心和責任 第二個經驗我想說的就是 有關於首爾和仁川機場之間的發展俗先的方式 仁川國際機場是位於首爾西側永中和龍油島上面的一個地方 它這個發展的經驗相對於新加坡駐熔工業區的發展 是比較短一點的 仁川國際機場在2001年才正式啟動 但是短了十年之間 它已經成為韓國和東北亞地區 一個很重要的航空產業的輸入 不僅是從人流 特別是從物流貨物方面 它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的輸入 不僅如此 它還同時間催化和推動 由首爾到仁川這個發展續線 他們現在提出的發展的口號 就叫做仁川自由發展區 Fritory Zone 這個過程中 就牽涉到一些島與島之間的填海的項目 在這裏不僅是打入了一個物流和航空樞樓的地方 同時間亦都推動了新城市的發展 推動了創意產業的發展 特別是這十年 我們發覺韓國在資訊產業方面的發展 在創意產業方面的發展 包括輸出他的文藝、演藝 上兩個周末的時候 可能有部份比較年輕的朋友都去了澳門 去看Souffle Junior的表現 這件事二十年之前 是完全不可思議的 我們看回 我們當輸出周星馳的港產的時候 同時間互動和轉變的時候 又令我們進一步再去思考 經濟空間和生活空間之間的發展 我們應該如何去試試 新加坡和首爾的經驗 是每次令我們 作為亞洲四小之一的時候 如何更認真和確切地去檢視填海 用地或者利用岩島 產生土地供應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最後我想說的就是 不是說要提出兩個其他的經驗 作為一個參照 更重要的我們要看回的就是 在那個發展的過程裏面來說 由選子 反覆重複我們都提出了 選子和選子的要素是二十重要的 同時間我們要考慮的就是 在那個決策的過程 在那個財務和融資的過程 在那個執行的過程 究竟是政府自己去做 還是盡量利用社會的資源去做 最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有關於環評這個過程 我之後可以這樣說 籠統來說 無論是新加坡旅行 首要的點檢 都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決策過程 具體的情況 可能在一個一式介入的討論裏面 我們可以進一步展開 但是 另外一點的共通的地方 就是兩個方案 有關於公眾參與和公眾的諮詢 在我做的資料搜集裏面來說 都不是相當明顯的 無論是新加坡 由六十年代後期 七十年代初 這四十年的發展 或者是首爾那個人村 以及首爾續線機場的發展裏面 公眾的參與也都不是很明顯 在這裏我覺得 就是說 如果我們香港 作為一個後發先制的過程裏面來說 起碼我們在公眾參與 和公眾諮詢這個環節上面 我們是遠遠給我們周邊的 成功的經驗做得好 在這方面我們不是說 我們要恭喜我們自己 而是我們覺得 我們應該 作為一個世界公民的時候 要付出的責任 那麼 回到所謂經濟的空間 和生活的空間 這個互動的過程裏面來說 我們會覺得 我們怎樣可以 更加令到這個過程完善 令到這個準管維繫 去到2020年 我們比較樂觀的估計 才可以見到 第一塊土地的付諸應用的時候 我們會回思一下 就是說 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很認真 仔仔一堂在討論 我們應該要發展的方向 到最後我們提出的方向的時候 我們希望不是一個自上不下的方案 而是一個社會上面 有一定的討論 有充分的討論 以及有一定的共識 而大家是一個擁有權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特別是在座 我看到也有部分 吻青的朋友 當20年之後 香港經濟的發展 的規律 以及軌跡 是依賴在你們手上 可能你會覺得 我非常高興 我今天有機會 出現這個討論 剩下的時間 我希望在討論的環節 是環繞著這個 具體選擇的課題 有關經濟上面 社會方面 保容 以及相關要付出的代價 和大家再進一步的分享 我發現到此為止 多謝